好 正好 剛剛看到的是 福士跟這一個美國前情報總監 基本上是批評拜登對中國的態度 過於軟弱 才會使得解放軍 對於臺灣的文攻武嚇 這個囂張致詞 但是事實上 昨天國防部長直接公開講 說中共可能二零二五具有攻臺能力 也引發國際間高度關注 而且連CNN到到現在都把他擺在頭條 所以說對於這件事情來說 為什麼大家那麼關注 因為不只是國際嗎 我們臺灣人 然後中國人通過的小粉紅 然後國際上包含軍事專家 或是軍事軍隊都在預判 到底中國什麼時候可以來武力犯臺 其實會有幾個時間點 二零二二年是習近平的二十大 二零二七年是習近平的二十一大 在二零二二年到二零二七年之間 大家有人講 之前印太斯進部Davidson說六年內 其實就是在二十一大之前 那今天秋國正獎 二零二五年也是在二十一大之前 簡單講現在所有預判都這樣子 在二十一大習近平要再度連任之前 可能會有一個中國攻臺的時機 那這個時機是好時機還壞時機 那就端看兩岸之間的軍事有沒有失衡 這是關鍵 所以秋國正其實講這種話 他說他是他從軍四十年來最嚴峻的時刻 二零二五年中國有全面犯臺的能力 事實上也在要預算嘛 對不對 他說我們需要更多預算 來避免兩岸軍事失衡 那美國的國防部的副部長也公開說了 印太斯進部每天都在監控中國攻臺的威脅 所以我一直認為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時機點是一個問題 可是時機點是不是好時機 對於臺灣來說是好時機壞時機 但是攸關於是我們兩岸軍力有沒有失衡 那最明顯的狀況是現在整個我們西南空域 這兩天這幾天來了一百多架次的飛機 不斷落臺不斷落臺 在這個時間點可以看到是美國國務院 白宮還有國防部都有發出聲明 那我覺得白宮的聲明跟國務院的聲明 還有這個國務院的聲明 我認為是同一個人撰稿的 因為內容都寫到對臺承諾 肩落磐石 越來越好混了 每一個人都講這句話 那今天連布林肯出來在受訪 在一個記者會 他也說對臺承諾肩落磐石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美國在政治上 或在媒體上給臺灣的一個信心 可是白宮發言人沙奇 其實有多談一句話 我認為有白宮的高度 他說維持臺海穩定 對美方來說有長久的利益 聽到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是很安心的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可能有感情上的關係 可能上下屬的關係 可能跟國家跟國家關係 只有一種叫做利益的關係 如果美國是這樣定調臺灣跟美國關係的時候 不要覺得美國人現實 現實的國際關係才是穩固的國際關係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坦白說 一方面增強臺灣在世界上的角色 一方面增強臺灣的軍備 才是長久不敗之道 那對於美國未來要如何抵擋中國 大家都很有興趣 海軍我先講 美國新任的海軍部長 他等於是美國海軍現在最高關節的一個人 在美國海軍學院的演講說 他即將會出一份海軍的戰略指導文件 我要先講 美國這戰略指導文件不是每年出 可能三到五年才出 他只要出了他後面的預算的分配 武器的研發跟採購 兵力的布置還有演協科目會全部都改變 比如我們去年還有談到 美國有出一份戰略指導文件是 美國海軍美國海軍陸戰隊 還有美國的海岸巡防隊 他們三個要一起來結合在西太平 那時候我坦白講 我看到是半信半疑 海岸巡防隊企毒的 怎麼可能跑到這個西太平 可是確實你看 最近海岸巡防隊已經在西太平 執法 所以這件事情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美軍的戰略指導文件 內容是什麼 他說大戰略是阻止所有中國的企圖 包含接管台灣 這時候提到台灣說 對我們來說 其實他們來說 這個東西就很務實 跟所謂的布林肯 什麼承諾堅落磐石 等等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回顧再往前一點 美國的空軍部長也曾經說 他們的戰略是要讓中國感到害怕 再往常一點 美國海軍陸戰隊是要集成中國的軍艦 你看到美國海軍陸戰隊 當設定這個目標 他們開始做彩測 大型的炮兵點 什麼全部都沒有 開做機動性的海馬斯火箭 密集的去猜訊 然後密集的演練 如何快速把海馬斯類似跳島一樣 放在這個C13洞 快速運到一個島 這東西就是美國 因為戰略指導文件 而做的戰術安排 所以說我蠻期待 真的看到這個美軍 那個海軍的這個戰略指導文件 內容是什麼 可是可以想像矛頭都指向中國 那講完國際的時候 看這兩天臺灣國內的新聞 也發現臺灣其實在國際間 大家真的相挺力道越來越多 以前久久來是外賓 就是了不起的大事 現在外賓真的一個接一個 我們先講法國參議院的友臺小組 在總統府接見 在總統府接見的內容中 其實大家行李如魚啊 那蔡英文總統受勳章給對方 這幫你感覺說我很榮幸 可是有一句話 我幫觀眾朋友畫重點 他說我要把這個榮譽 獻給參議院的全體同仁 因為他們批准這項行程 換句話說他的內涵是什麼 這是朝野共識 他的整個參議院的全體同仁 所以他其實是很巧妙 帶出法國國會的態度 所以這是有意義的 那同時呢 澳洲前總理艾伯特 蔡英文也在接見 他說不是每個國家 都樂見臺灣的繁榮 像是臺灣的鄰居 就不是很樂見 他暗指中國雖然沒有講出來 可是他講話就說 我們民主國家更應該要團結 所以其實可以看起來 確實在中國的不斷的擴張之下 西方世界開始對中國 是有一種危機感 而在危機感裡面 更讓臺灣在中間顯得珍貴 跟努力 珍貴而且有價值 但是我們要更努力 這個價值才會持續 有意義的 我們有意義的